大家好 欢迎收看2月12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在财政部卡关一年多 花莲县议会通过的花莲县矿石开采 景观维护特别税自治条例 终于获得了财政部在今年的1月12号公告合备 14号生效 从14号开始开征矿石税4年 不溯及既往 而争议已久的矿石税风波也尘埃落定 对花莲县政府未来4年的财政将会有重大的注意 原矿石税条例2021年7月31号到期 会政府送审遭卡关 8月重送审在应涉及税额与司法性争议遭退回 一直到10月22号通过 会政府随即送到财政部合备 支持吴夏文直到112年1月12号开始公告准语被查 统计自2021年8月1号开始到2023年1月31号为止 共计一年5个月13天 估计短收矿石税约14亿元 其中以亚尼台尼占了县内矿石税收入来源占70% 征送的福安矿石税占7% 2021年10月花莲县议会第19节第17次临时会通过 遭卡关的花莲县矿石开采警官维护特别税 这是条例草案 草案内容修正备受争议的就是每公断70元的课征标准 改按矿石开采数量 每年分两期以课税集聚以及累计税额计增 并把课征年限为一年调整为四年 广县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局长吕日表示 县内每年平均开采矿石业则约计20到30家 针对新课征标准 每期开采数量在1万公吨以下则 每公吨课征新台并50元 加超过10万公吨部分 每公吨课征70块 广县府随即提报内政部财政部以及行政主机处 需同意被查之后公告才可以开征 按照新版本几句开征 将比习日每年9亿多元少征收2000到3000万元 主要差距在小型采矿的业者 记得喜欢黄思伟老